正常的會會會 我還是要吃飯的 那你這樣子平常在練這些 就爸爸媽媽不會覺得說 這是怎麼在練骰鐘 然後又搖骰子 然後又什麼 其實等一下還有其他更多的對不對 其實就是有一個正當的興趣 我覺得是不錯 比起你在每天在電腦前面打魔獸 還要好一點 所以就開始玩這些 對 而且在網路上其實還會有看到很多很多 奇奇怪怪的影片 然後就會想要學 還有更多很奇怪的東西 等著我去發掘 那再聊回到你最擅長的溜溜球的話 其實溜溜球在台灣玩的人不多對不對 不怎麼多 在就是以亞洲地區來講的話 就是台灣算是溜溜球發展 算是比較低的 對 那溜溜球如果說要照這個 發源地來看的話 大概它是屬於 哪一個國家比較盛行 如果是發源地的話 應該是菲律賓 是菲律賓喔 對 也是 大家流傳說古早以前是拿來狩獵用的 狩獵 狩獵 對 就是可能繩子綁上重物去 去打那個獵物 對… 這是溜溜球的由來 對 可能是它的由來 其實眾說紛紜啦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說法 像寫地紙啊 寫地紙 對 就是射出去然後 對啊 是收回來就一顆頭嗎 對啊 那 比較近期的話 其實是說是西方貴族的玩具 對 然後後來再一直流傳引進 然後再改良什麼的 演變到現在 所以一開始 其實大家小時候都會玩那種最簡單的那種流流球嘛 對不對 然後你也是從那個開始玩的嗎 玩到現在 差不多就是上上下下 還是從上上下下開始 那另外比賽啊 你是怎麼 怎麼開始會想說 我要去參加比賽 一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底子 就想要去比賽 那他辦了 因為他會附在那個球的那個包裝裡面 對…那我就有去比 而且現在買66球 在便利商店的66球上面 那位就是你對不對 那個是因為就是廠商 因為之前就是去參加他們的比賽 對 所以一直都有保持聯絡這樣 那所以他需要什麼宣傳啊 就是會找我 所以我就變成溜溜球代言人 沒有啦 其實他們的溜溜球還可以 就是滿適合初學者 雖然說 就是你玩到後來可能不太適合 可是他其實真的很適合初學者 所以我教學也是用他們那家的溜溜球 所以你現在除了說自己參加比賽啊 然後或者是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就是你 你去參加比賽的畫面 對 那是2007年的 就是EA組的比賽 EA組就是你一開始幫我們表演的這個 嗯 對 這是第幾次參加比賽了 這個已經是第N次了 第N次了 對 所以都不會緊張了對不對 那個時候還好 還是滿緊張的 就是你看我的動作還是算比較生疏 其實都一直在想辦法進步啊 穩定啊 那第一次上場比賽的時候啊 第一次上場比賽就國二 國二就上場比賽了 對 國二的時候 就是因為那場比賽有拿到還不錯的成績 導致我後來就是一直發展 就是六月球的這個興趣這樣 哦 對 所以第一次比賽的時候是在哪裡 它在那個世茂 是玩具展 然後也是玩具廠商辦的一個比賽 還滿大 算 它是說是全國大賽啦 比的人大概也有五六十個 差不多快一百個 對 有沒有都是小朋友 所以那時候是小朋友組合 然後一直到後面 也有出國比賽嗎 對 有到哪些地方去比賽 我出國比賽兩次都是在馬來西亞 都是在馬來西亞 對 那還有一次是去年的時候有 因為有廠商在推629 還有請我到韓國去表演 哦 還有到韓國 對 那是去表演 所以哪邊的人比較厲害 就是哪一個國家 如果以亞洲地區的話應該是日本 日本比較厲害 對 日本比較厲害 那接下來就是香港 新加坡 都是算發展體系比較完整的 對 那他們玩的玩法 跟我們的玩法有不一樣嗎 當然風格上會有差別 可是玩法還是依照我們所說 1A到5A這樣子 哦 還是有一個既定的規則 對 只是說中間的花式 然後自己去做 哦 這是最後了嗎 沒有 還沒 那是中場 所以中場也是像表演一樣 要需要現場觀眾一些 其實就是看你個人 因為在比賽的時候 還是有所謂的表演分數 不是占整體分數有10% 或者是什麼的 那要看比賽的規定 那因為我算是表演經驗比較多 所以我希望能夠在比賽當中 加入一些表演元素 嗯 結合了一些舞蹈動作在裡面 嗯 進來 對 哈哈 那有些人就是可能 就是穿他平常的衣服要上去 就做完他的動作 嗯 就下來了 他可能沒有一些 就是舞蹈或者是跟觀眾的互動 那我是希望能夠 增加一些這樣的經驗 多一點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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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 是2007年的一個比賽對不對 對 不過不要以為我們的小段 他會的只有這些哦 還沒呢 還多的呢 不過呢 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到也要學樣 好 慢慢的 來 大家看 這兒 是 旁邊這個人真的是玩童耶 他現場又帶新的玩具又玩起來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就是 所謂碟杯子 相信應該很多人 都會在網路上有看過 就是碟杯子 世界記錄的影片 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 它已經被刷新了 現在最快是多久 最快的一個cycle 大概是5秒9 9 現在年輕人在想些什麼 這個遊戲就一直把它疊起來 然後收起來 疊起來 收起來 對 然後呢 樂趣在 樂趣在於就是你會想要更快 所以這個後面這個是計時 對 這個是一個計時器 所以為了玩這個遊戲 還要專門買一個對應的計時器 對 它這個計時器其實還有很多功用 其實像你解魔術方塊 其實都是一些怪用出來 就你解魔術方塊的疊杯子其實都可以用 所以是遊戲用的就是速度的計時器 它的計時器就是你要雙手都按在上面 然後放開它就開始計時 然後直到你完成你要做的動作再按上去 就趕快再去摸 對 它才會挺住 其實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計時器 那你怎麼會開始玩這個遊戲 從哪裡知道 這個遊戲以後應該會慢慢流行起來 因為它現在在玩具反抖層也有上架 然後台灣正式的代理 就是已經有正式的代理商在代理 所以為了玩碟杯子還有村門一套 對 這個碟杯子是 並不是一般的家裡買的那種紙杯 它是專用的碟杯子用的杯子 就是為了要玩這個遊戲的杯子 沒錯 而且好像還有一個墊子的 你沒有買墊子 對 我沒有買墊子因為墊子太貴 你覺得墊子太貴所以沒有買 那在地下街也有玩這些東西對不對 其實在我們的聚會裡面要玩什麼其實都可以 那當然大家還是鼓勵說以溜溜球為主 其他興趣為福 那因為其實你會接觸溜溜球 就是因為對於一些好玩的東西有興趣嘛 那大家其實都可以互相交流 對 所以就會一直追求速度速度對不對 其實我們有那個就是你們在地下街聚會的畫面 每次都會有很多人來這邊一起跟你們玩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是比較跟你們不熟悉的人 然後他也想要加入你們 隨時歡迎其實都可以的 就走過去然後看到你們在玩喔 就這樣子 對…就來問一下就可以其實跟我們一起玩的 對 所以你現在這個最快可以多久 我最快是12秒30秒